覺得這男人哪個部位最性感 當然是胸啊 胸啊 因為胸口是種給人家小鳥翼的感覺 可以靠在他身邊 哈囉大家好 我是該一 現今健身風氣越來越盛行 大多數健身者重訓的目的 不外乎為了讓體態變得更好 提升各的魅力 也許因此可以吸引到 異性的目光或同性 不過一直在想一件事 台灣女性吃這一套嗎 究竟台灣女生 欣不欣賞重訓的男生呢 讓我們看下去 請問妳對健身的男生有興趣嗎 有 因為我覺得太瘦跟太胖都不行 就是重症的看起來比較養豔 我覺得有肌肉的男生很性感 妳本身也有戴健身 雖然看不太出來 但是就是有共同興趣就會 就是想要多認識兩點 有啊 我覺得不僅體態好看 然後穿衣服也好看 重點是又健康 因為我覺得就是有戴健身的男生 身材都會還不錯 而且會就還蠻結實的 然後而且運動的神情就會比較帥 覺得健男人哪個不會最性感 覺得應該是背吧 背 判起來就很可靠 因為背都會有一條勾 我覺得那條勾就是很性感 摸過去會有一個這樣 凹進去那種感覺 胸肌 當然是胸啊 因為我覺得 胸肌線條明顯的話 穿什麼衣服都很好看 因為胸肌是種給它小鳥翼的感覺 可以靠在它身邊 那個有鎖骨很凸的那個位置 很性感 就是很性感 可是那個地方不是肌肉啊 可是要夠瘦 就是 也是要有一點身材才會凸出來 所以妳喜歡就是 體脂肪不要太高的就對了 對 對於男生穿顯瘦褲的看法 嗯 我覺得不行 因為如果我的腿跟他的腿一樣瘦 走在路上我覺得很難看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看法耶 只要比例好看 穿著不要太緊 就OK啊 所以妳喜歡看起來腿是修長的 對 我喜歡修長的 沒有辦法 我也不喜歡 不喜歡男生的腿 因為我細 我覺得不太能接受 因為男生腿細的話 我覺得沒有很好看這樣子 我覺得 他們開心就好啦 但是就是不要太誇張 就是不要細 就是為了 原本腳已經很細了 然後還要再更細 那就是有點太超過了 就 心目中聚聚的理想 以及NG穿搭 我覺得可以穿貼身 就是 顯胸肌的 可是不可以穿 就是挖大洞 然後側邊全部露出來那種 理想就是 簡單一個T恤 一個短褲 就OK了 那NG的話就穿那種 就是遮奶頭的啊 那種的 我覺得真的 我OK NG 妳說布料少 挖洞大 剛好只遮住奶頭 對 只遮住奶頭 我走來走去的那種 我覺得不OK 登登 簡單的話 寫身材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NG的話 就不要穿得很像破布這樣子 就是露洞露西那樣 呵呵 妳是說挖洞挖太大嗎 對 就露咖滋挖 露奶啊 什麼的 一條線那種的啦 呵呵 所以妳覺得 滷頭露出來 OK NG 就是會突然跑出來啊 對 呵呵呵 NG的話我覺得就是 不要露太多吧 就是 可能 就是上半身開到 開到腰啊 那種太誇張的 其實就還好 一般緊稍微貼身的運動T恤吧 然後 黑色長褲運動鞋 就是 一般的那種 然後NG的話我覺得 不要穿太露都還好 妳是說 不要露得太誇張都還好 挖洞挖太大 然後布料紙遮住奶頭那種 類似 就那種的不太能接手 OK 以下身材挑一個喜歡的 為什麼 是我的話我會挑 13到15% 5吧 5號不錯啊 第四個吧 第五個看起來有點弱 啊 第三個又 抱筋得很誇張 對 應該就是第四個 剛剛好 四個可能就有點 太瘦了嗎 就是有點 就是血管都出來了 有點可怕 然後 六的話可能就 肉稍微多一點 有點太多了 就五是剛好 濃鮮和度 剛剛好 那妳覺得 第三張圖怎麼樣 太o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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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是好看 但是我覺得太多了 就是有點太over OK 好 謝謝 太over 吃過了 超過 很強 크� 吃過